小伙准备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,在下面连接了一块电瓶,另一端接了一个螺旋桨,这样只要在有阳光的情况下上面的螺旋桨就会旋转,然后推着整辆小车往前走,与其装一个螺旋桨还不如直接用电动机来提供动力呢。 甚至还在摩托车的后面安装了一个螺旋桨,在两边有两个非常大的铜,原来这是老外做的一辆水上摩托车,虽然后面有一个螺旋桨但是效果依旧不是很明显,摩托车的速度还是非常的慢,于是又换成了四轮摩托车,用后面的两个轮子来提供动力。 这样就比普通的摩托车多了一个轮子,效果依旧不是很好,不过摩托车好歹能漂浮在水面上,那么如果在身上放几个塑料桶,能不能也漂浮在水面上呢? 于是直接就准备了六个矿泉水桶,用胶带把这几个桶给放到了自己的身上,然后直接就跳到了水里,确实可以漂浮在水面上,不过活动的时候显得非常的笨重, 上面的桶实在是太大了,就算是镇压同伴还直接跑到了上面,依旧没有把小火给压下去,不过这看着还非常的危险,万一桶里进水,那就直接沉下去了,可不能模仿这种危险的实验呀。